7日上午 日本自民党多位保守派议员 前往日本首相官邸 呼吁首相岸田文雄表明日本的立场 不纵容中共任何侵犯人权的行为 根据美国宣布对北京冬奥进行外交抵制 不过岸田文雄回应还在评估 日本参议员何田郑宗表示 日本尊严与国家利益守护会 已经向岸田首相递交信骸 敦促日本政府对北京冬季奥运 进行外交抵制 与尽早在国会通过要求 中共停止侵害人权的决议 何连郑宗还指出 日本应该要尽快表态进行外交抵制 做亚太地区自由民主国家的领袖 纽西兰政府表示 因疫情顾虑 10月份就决定不派官员参与北京冬奥 立陶宛日前则确定实施外交抵制 英国 澳洲 加拿大等美国盟友则表示 正在考虑 日本NHK报道 首制奥运会精神和历史的日本中京大学教授 来田祥子指出 奥林匹克宪章规定不允许人权侵犯 国际奥会有责任 消除人们对人权侵犯的担忧 如果国际奥会不按照其理念形式 奥运会的意义将受到质疑 地域界应该关注侵犯人权的问题 而不是以政治问题为由来回避 新唐亚太电视 林玉堂 张瑞珍综合报道